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雨夜的罪恶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今晚到明天有大雨 请注意防范 2017年7月20日晚上 河北省秦皇岛市迎来了一场罕见的暴雨 如此恶劣的天气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六大队的民警们 却来到了102国道 山海关长寿山路口 他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是 接到了一起来自医院的报警 报警人是山海关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 当时是有人发现 说是这个有人在路上躺着 就打了120 后来人查到这个是一个小伙子 骑着电动车在现场经过 打了120 120把人拉到医院以后 打122报警 报警的医生称 小伙子路过的可能是一个交通事故现场 当晚小伙子赶到时 伤者就躺在公路上 而肇事车辆早已无影无踪 120急救车将伤者拉走后不久 一场暴雨就如期而至 暴雨之中为保护好现场 民警紧急设立了警戒线和指示牌 并打开灯光以警示过往车辆 没下进以后 马上浑身就湿透了 可以说就是瓢泼大雨 这场暴雨给现场勘察 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事故现场又地处拖道 除了民警找到的两只鞋子之外 雨水将路面冲刷得干干净净 只有两只鞋 两只白色的鞋 两只白色的运动鞋 就属于那种布面的这种运动鞋 现场什么痕迹 刹车痕迹没有 事故产生的碎片也没有 为了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民警们已经认真搜索了周围几百米的路面 可事故发生时的遗留物还是一无所有 雨越下越大 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查找 依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最终两个多小时的勘察一无所获 这时到医院急救中心进行调查的民警打来了电话 事故的伤者抢救无效 已经在子夜零点左右死亡 从交通事务造成的损伤看 主要的伤还是在头部 伤者的死亡增加了事故调查的难度 我们对逃逸案破案率的要求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破案 就是发现有逃逸案发生逃逸案 我们会成立专门的破案小组 面对困难 专案组却决心尽快查清真相 一夜勘察 并没给侦破带来有效的进展 时间紧迫 如果不能加快侦破进度 逃逸者极有可能对肇事车辆进行伪装 进而深度隐藏 第二天早起 天一放行 我们又开始覆盖现场 开始仔细对周边的环境了 还有这个录像了 我们开始进行仔细的磨牌 虽然民警对现场的复刊未见收获 但是事故现场东侧几十米外的一个监控探头 却记录下了这场强降雨来临之前 事故发生的全过程 监控画面显示 当晚一辆游西向东行驶的大货车 与对面行驶的两辆大货车交汇以后 明显感觉到跟在他后面的车开始避让 透过车辆灯光隐约可以看到 道路中间有一个黑影 好像是躺着一个人 现场没有录灯 录像的清晰度不是很高 这我们分析应该就是发生着事故了 暴雨来临之前 风速加快 加上监控探头 距离较远 从画面上并不能看清大货车的牌照 经过反复辨认 民警才发现了这辆车的明显特征 有一个前面两个大灯有一个不亮 而且后边它那个装改的是 那应该是铁管 依据这些特征 民警沿着肇事车辆可能逃逸的路线 调取了沿途所有监控资料 最终在秦皇岛东高速路口的监控画面上 发现了一辆撩屁牌照的车辆 装载的货物也是铁管 并且同样是右侧大灯失灵 没有亮光 它这个特征很明显 就这个抓牌的照片 正好它这个车牌号锁定了 你就找到了这辆车 民警怀疑 这辆车就是肇事车辆 这辆车是挂靠着这个葫芦岛的 其实车主是吉林的 所以我们通知他是 所以我们通知是为了 我们通知都是资料 Because I 石崔太阻碍的 但是我们通知是 什么阶段 这辆车是比赛的 其实我们通知是 我听到没有 嘛 他就是 来自大散 这个定命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让案情变得错综复杂 暴雨之夜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雨夜的罪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按照车主的描述 民警查询了事故当晚的全部报警记录 但秦皇岛110-122报警台 均没有记录车主报警的信息 当民警再次询问车主时 车主才猛然想起 自己的行驶路线是经过河北 辽宁 最终抵达吉林省 当晚他们停车之后 因为天气不好视线不佳 他们以为车辆已经驶出河北 进入了辽宁省的葫芦岛市 于是就把报警电话打到了葫芦岛 而且两人记得电话中接警员 还提示过他们要仔细查看 可能出事的路段 后来我们到这个 那个葫芦岛市这个报警台 也查询了 确实这人有报警 既然车主和驾驶员都说 他们曾返回事故地点进行查看 却为何没有看到伤者 他们是否真的返回过事故现场呢 具体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找到 这个相关的 这个特别坚强 坚实的这个证据来证明 为了弄清真相 民警又调取了大货车 停车路段附近的道路监控 在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当晚21点26分48秒 大货车慢慢停靠在路边 21点37分58秒 有人拿着手电筒往回走 22点 拿着手电筒的人又返回 之后驾车离开 他的确是回来了 他其实这个一个空档嘛 他回来以后人120分 通过了 他的手电筒 他在转发了 他去下一个空档 也有的 在转发了 他在转发了 这一条路上 我看了 他在转发了 不过 他在转发了 他在转发了 转发了 他在转发了 这是他在转发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是怎么回事 死者的联系人 怎么会只有两个人 一个姓杨 还一个不是标注名字 是标注的妻子 难道死者生前 仅仅认识这位杨姓男子 和自己的妻子吗 疑惑的罢民警 立刻与通讯路上的人 取得了联系 应民警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 死者通讯路中的一男一女 来到了交警大队 女人自称是死者张某的妻子 男子自称是张某的表哥 女人姓孙 男子名叫杨某峰 让民警更加疑惑的是 两个人对张某的意外死亡 既没有感到意外 语气中也没有任何悲伤 他屈辱很平静 应该是很悲伤的 当民警询问 死者张某为何从葫芦岛 来到山海关时 妻子孙某给了民警一个 看似很合理的解释 跟媳妇打架了 然后让山海关旅游散心了 说自己来的 当两人离开时 把民警无意间看到他们 上了一辆黑色奥迪轿车 民警所说的苏牌照 就是江苏盛发放的 机动车牌照 事故地点 是人际罕见的框郊野外 据家属讲 死者是独自来山海关旅游的 既然是来旅游 在即将降雨 风速渐强的夜里 又怎么会去到 如此偏僻的地方呢 他是胡老人 这个位置应该是 本地人都很想去的地方 而且他没有交通工具 就是我们对他这个 就是这个人 怎么到现场 产生了怀疑 带着疑问 民警再次查看 事故现场附近的 那处监控探头 通过监控画面 仔细查看了 事故发生之前 这里的情况 画面上 并没有行人路过 民警马上意识到 死者应该不是 步行到达现场的 当时就是 咱就是 感觉不到 这个人在什么地方 为尽快查明 死者生前 是如何来到 事故地点的 办民警 开始搜索 更早的监控画面 果然 让民警 查出了新的情况 录像显示 事故发生前的 20点46分 有一辆小轿车 出现在事故地点附近 最终 停在了一个岔路口 南侧有一个小的路口 但是路口没进入 不进去机动车 只有是农村啊 农民下地 用的小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民警看到 事故发生后的 21点25分35秒 一个骑电动车的年轻人 来到了事故现场 当他看见 道路中间躺着的人 就将电动车 挡在伤者的西面 提醒过往车辆 避让伤者 事后证实 正是这位年轻人 拨打的急救电话 可是 让民警不解的是 在事故发生 十多分钟后 停在汽修厂的 这辆小轿车 就离开了这里 向东北方向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通过实地调查 民警发现在小轿车停留的地点 可以清晰看到整个事故现场 所以说他应该是整个 目击了整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案件的发生 所以说这个疑点比较大 可以断定 先前从小轿车里出来的人 就是后来受伤死亡的张某 为什么驾驶员 目睹了事故的发生 却不管不问 如此冷漠的背后 是否另有玄机 暴雨来临之前 事件的疑点越来越多 深入调查 警方获取了关键证词 交通事故 是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安排 深入调查 细致取证 事故真相 能否浮出水面 雨夜的罪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要想查明真相 警方必须要找到 在暴雨来临之前 出现在现场附近的小轿车 但受夜晚不佳的天气影响 监控视频却非常模糊 当时不确定这个车 是什么车型 也不确定这个车 是什么牌照 民警继续通过沿途卡口监控 追寻车辆的轨迹 当追查到光线较好的 边墙子卡口时 画面变得清晰起来 小轿车的特征一清二楚 民警看到 这是一辆号牌为 苏LL的黑色奥迪轿车 那么赶在暴雨之前 来到现场的苏LL黑色奥迪轿车 与杨某和孙某乘驾的 那辆奥迪车 又是否存在关联呢 细心的民警发现 驾驶这辆车的 正是张某那位表哥 杨某峰 原来张某是被自己的表哥 送到现场的 之后张某就遭遇了事故 民警感到 这绝不是巧合 随后 民警对奥迪轿车行车轨迹 展开了深入排查 发现这台车从上午 就从葫芦岛 然后沿着这个高速 来到秦皇岛 从秦皇岛的东口下的高速 有照片能够看到 在这个车的副驾驶的位置 坐着一个体貌特征 和衣着和死者 非常相似的一个人 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 事故发生前 连续两天 秦皇岛都是阴雨天气 可疑的黑色奥迪轿车 却在秦皇岛市周边 持续徘徊 轨迹 常出现在一些偏僻 普通人不易到达的地点 民警觉得 驾车人杨某峰 一定是在筹划什么 民警还发现 在同样是阴天的事故当天 奥迪车在驶下高速公路后 还围着秦皇岛市 绕了整整一圈 最后 停在山海关区的一家宾馆门前 其实我们很清楚 这台车的行驶路线轨迹 而且在这个宾馆门前有照片 正好能证实这台车 苏牌照的一个暴敌车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 认为在阴雨天气里 发生的这起事故 非同一般 事故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某种步伐行为 发现这个情节以后 第二天 我们就到它停车这个古道 这个县远市 案发地我们又去了 这一次 民警们在奥迪车停留过的土路上 一寸寸地仔细勘察 虽然事故过去已经几天了 又经过了暴雨冲刷 但是在奥迪车停车的位置 除了轮胎碾压的痕迹 民警还提取到了一些烟蒂 如此多的烟蒂 说明驾车人和乘车人 在这里曾经停留过一段时间 并且进行过密谋或交谈 民警沿着小路继续搜索 忽然间在杂草丛中 发现了一个医疗用品 民警立刻回忆起 一个被忽略的细节 实践时 曾发现张某身体上 有一个窗口 他这个疾病确认不了 可能是做手术 或者是受刀伤 如果这件医疗用品 与死者身体上的窗口 存在关联 又能说明什么呢 经过这个相关部门 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就是这个人当时可能是 就是从身上摘下来的 如果真是这样 就说明在事故发生前 张某就对可能发生的事故 做了准备 为了找到更多信息 民警尝试通过汽修厂的监控 查找新的线索 但因监控角度问题 没有取得新的发现 就在失望的民警 准备离开时 他们遇到了一位 汽车修理工 修理工就把我拉在边上 说我知道这事 出事那天晚上 正好我一个朋友 也是开大货车的 就跟着他车后边 得到这一消息 民警如获至宝 应民警要求 修理工师傅联系上了目击者 很快 这位亲眼见到过 事故过程的关键证人 就赶到了交警大队 从右手边出来的 出来以后他就往 从南边出来 就是往北边撩 往我看成了我就结束了 那大货车就给创上了 就是感觉就是 他好像就跟救济 而是无往我倒撩似的 目击证人的到来 让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 民警更加肯定 这起交通事故 极有可能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当时我们这个 就对他这个交通事故的 是否是这个 是故意行为 产生了很大疑问 那么奥迪车的驾驶员 死者张某的表哥杨某峰 又在整个事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专案组决定 派民警赶赴死者张某的居住地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岗区 进行更全面的调查 在葫芦岛所有的大型医院 并没有查到这个人的救治 救治记录 身上的窗口 说明张某患有疾病 可是 在葫芦岛的所有医院 却都没有他的治疗记录 这让民警感到非常奇怪 这时民警想起了一个细节 在案发后的第三天 张某的妻子孙某 表哥杨某峰 还有孙某的一个女性朋友 曾经到过尸检中心 当时张某的妻子孙某 见到丈夫遗体 依然没有悲伤 但与她同来的那位女性朋友 情绪却非常激动 民警感觉 这位女性比作为妻子的孙某 更亲近张某 妻子情绪平稳 朋友的反应却异常强烈 民警怀疑 这个遭遇事故的家庭 一定有问题 情感上的那些举动 也让我们很可疑 所以我们最初是想查一查 她这个婚姻关系是否真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雨之夜 背后的大案令人震惊 自编自导 精心策划的人间悲剧让人唏嘘 警方收网 嫌疑人却百般抵赖 证据面前 诈骗团伙难逃法律制裁 雨夜的罪恶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随着案件调查的侵入 案情逐渐清晰 民警认为 这起交通肇事案 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这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案子 一般的家属来都是找车辆 那个交警破没破案 什么车跟我们晃了 但是他们这个家属来呀 很少提这些事 就是说我们啥是跟我们出认定书 啥是跟我们出这个 实体处理这个通知书 民警怀疑杨某峰和张某等人 是想通过碰瓷来制造一起交通事故 可是通过后期的排查感觉 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个大货车赔偿 既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讹诈大货车 那么冒这么大风险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把民警继续深入调查 终于查到了张某曾经在北京某家医院 进行过治疗的事实 并且极有可能购买了相关的商业保险 研究他的作案动机 既然他不是在大货车上 然后会不会是在大额的人身意外保险 联系保险公司 民警调查到张某与孙某结婚后不到一个月 就分别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1份 保险受益人 就是张某现任妻子孙某 赴葫芦岛的侦查小组 带着诸多线索返回秦皇岛后 专案组判定杨某丰等人 制造交通事故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为了 获取不法的经济利益 这个人有这么多反常的行为 应该就不是一个普通交通事故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案件 一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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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杨某和张某他们俩一起导演实施的 杨某峰还交代 这场车祸实施前 他特意查看了秦皇岛地区天气预报 刻意选择恶劣天气 事故当天 他们误认为暴雨会马上来临 于是开始作案 期望暴雨能够掩盖他们的罪恶 可他们忘记了一点 在执着的公安民警面前 任何处心积虑都是徒劳的 肇事逃逸是很严重的这个后果 后来通过我们宣娃 那认定这就不是一起交通事故 因为它是属于一种故意行为 那么司机就免受了其他一切损失 也是算给这个司机一个清白吧 最终发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 这起交通肇事案 与发生在葫芦岛市的 骗取巨额保险金案 并案侦查 并成功告破 杨某峰等人的所作所为 不仅害人害己 而且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破坏了保险行业的营商环境 具有广泛的危害性 最终以杨某峰为首的诈骗团伙 涉嫌保险诈骗罪被检方批捕 警方提醒 保险企业应切实加强 防欺诈体系建设 及时修补相关漏洞 还应加强对保险消费者的教育 从而尽最大可能 规避骗保带来的行业风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九百南1972年10月4日出生 户籍地四川省阿坝县哥墨乡 茶布村一组哈布桑 身高1.75米左右 体重85公斤左右 短发自然犬 肤色较黑 身份证号码 513-231-1972-1004-0511 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 协助击捕有功的单位或个人 公安机关将给予十万元奖递 公天化日 蒙面人悍然行凶 家节之夜 联伙人疯狂斗狠 假出口假交易 六个月骗税数千万元 三百多名侦察员 异地办案 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 灰飞烟灭 扫黑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 伤害真状